當然我們當時用了一個副市長 已經擺明督庚要大用力做 因為後來從來沒有一個副市長這麼大的權力 所以起碼 因為後來想過 蓋房子是內需型經濟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它跟產業 跟國際景氣都無關 所以我在想 也許在未來幾年內 我們會透過督庚 作為一個台北市產業發動的火車頭 在這次選局長有沒有發現 我偏重業界 不偏重 我是業界找不到才用學界 你們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我倒覺得業界是一個好的選擇 他如果是業界可以滑倒 表示他是經過考驗的 我說東京無黨籍的市長 到底如何跟議會黨團操作 所以他們是這樣 我們將來在台北市政府 每個禮拜有一次是 我們市長市會議 市長市的成員 就是市長 副市長 秘書長有沒有 會跟議會的黨團開會 意思就是說有些 我們希望用四千的溝通 來取代事後的衝突 所以他說每個市長的 重要政策有沒有 都不是到議會去跟大家衝突 而是在四千就能夠溝通就溝通掉了 理論上市政府每個員工的 在網站上給秀出來 什麼叫做網站上給秀出來 什麼叫做網站上給秀出來 他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所以說組織圖一下去 這個組織裡面有多少人 每一個人的工作是什麼 這個我們 要讓每個人無所頓行 不要想那麼緊張 我只是比較認真的 也不是固定